如果说今天你要制定一个函数的话 其实就是在这三个 其实就是那个手机刮户后面三个东西 那它会给你资料 那就把资料怎么样 存在这个 这个叫引数 存在引数里面 然后你在串接 串接完之后 再丢回给自己手机这个函数 然后呢 这个手机函数呢 再怎么样呢 丢到你现在储存格的位置 就基本上完整一个 有点像问答式吧 它跟你要资料 那你就是给它 所以这个是给 给的动作 给这些相关的这个资料 然后给完之后的话呢 串完之后 再把串完的结果怎么样 丢给这个手机 手机再丢到这边来 那你按确定之后的话 串完的结果就这样子 然后它把它丢到手机 手机再丢到储存格 所以你看到的结果就是 像这样的一个结果 不过这样还是有点慢啊 因为之前上完之后 同学就会说 其实 这地方要选三个 那如果未来 不只三个啊 可能是四个五个六个一堆的话 那有没有方法可以什么 选一下就好了 类似像这样子啊 那怎么样选一下 我这边demo一下给各位看 插入一个手机范围 多一个叫手机范围的函数 用选的 一次可以怎么样 选三个 这样应该会比较快吧 不过特别注意 选三个的时候呢 它过来的东西 在那个VBA或esale里面呢 就会像这样子 它会是一个大瓜糊 大瓜糊 中间就三个资料 一二三 也就是在 如果你将来看到这个东西啊 这个叫什么 叫阵列 那这个阵列里面呢 会放三个东西 那也就是说 如果将来 我第一个要怎么接 接到之后呢 你要怎么样 再把它切开来 切开来 因为它里面有三个嘛 有点像哦 你买个蛋糕 你要给三个人的话 你让它切三份嘛 一样的道理 那所以呢 我的逻辑是这样 我先把它给我的这个阵列 我先丢给一个A 假设这个A去接它 那第一个资料的话 这边是列 第一列的第一栏 第一列的第二栏 第一列的第三栏 那如果我要抓第一个资料的话 就A 刮虎1之1 这个的话呢 刮虎A1之2 一之类对啦 这三个的话就1之3 也就是说 我们不需要给三个引数 给一个就好了 但是之后我是自己来切 所以哦 这个地方的程式 这个字体函数该怎么改 我们最后做完 你会发现 其实手机范围 相对的会比较简单 选一下 按确定 向下填满 那如果你有三个 四个五个六个 十个也没关系 拉一下就好了 反正我到时候 我再自己切 那这个地方要怎么做 首先1 我可以把那个刚刚的 这个自定函数 我先把刚刚这个手机的函数 拿来做修改就可以 那我习惯是选完拖拉 Ctrl键按住 这个是复制贴上 把这边怎么改成叫手机范围 然后呢电信业子 这边可以叫手机 这边叫给一个就好了 电信业子什么 范围 OK 然后呢 他给我一个范围 那我用什么来接呢 我用一个A A等于什么呢 记得哦 接一定是在前面 然后呢 用A 那A这个是一个变数 我自己取的名称 你用其他名称也可以 然后把这个电信业者怎么样 Ctrl键按住 拖拉过来放开 电信业者丢给他 那A的话有三个资料 那第一个资料的话呢 前面叫电信业者 可是这里我自己切 A刮胡 它是第一列的第一栏 OK 然后呢 门号的话呢 是 这边 那就把它改什么 第二个 这边呢 改成第三个 那以后的话 反正 以此类推啦 如果你有很多个 反正一直下去 但如果将来 你有太多个了 我建议你 这里面可能写一个回圈 为什么 因为也是一样嘛 For I等于1 可能有20个 你就到20 它一样会帮你串接 不过这个当然 程式又比较复杂一些些 我是建议你可以 养成那种 写程式的好习惯 因为未来其实对 城市设计相关人才的需求 只会越来越大 为什么 因为大数据的时代来了 所有东西都用 资料量这么大 你怎么可能用人工来处理 其实还是需要用城市来解决 OK 那做完之后的话呢 城市就写完了 所以这边的话 如果 最后还差一个地方 反还给谁 因为我复制过来 记得哦 这个名称 要改一下 改成一样是手机范围 OK 执行 这样的话呢 结果 插入函数 你看一下 手机 选一下 确定 OK 那这样的话表示成功 把画面还给各位试一下 就是把那个手机函数呢 改成用范围的方式